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说的事情发生在很久之前 如果我爷爷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死在河里 那么这么多年来抚养我长大的人是谁呢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水牙 七奶奶摸摸眼睛 说不清楚她是不是在流眼泪 听我讲完 好 我忍住心里巨大的疑问 静静听了下去 七奶奶说 爷爷的身手是半夜里从河里扶上来的 当时河面很安静 只有那么一股水花 月亮恰好照在那股河湾之上 爷爷的身手仰面朝天扶上来 奶奶回头一看 和风了一样要扑过去 七奶奶生怕出事 赶紧把她死死拉住 说起来很怪 一般死在河里的人 尸体会随着水流飘荡 具体飘到哪儿 这说不准 但是爷爷的身手就好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拽着 慢慢靠向河岸 常在河边的人 具有这样的常识 看到水里的人 就知道是死是活 七奶奶没有看错 连奶奶也认定 爷爷死掉了 大哭起来 爷爷的身手就在岸旁边那片浅水中慢慢地起伏 奶奶一个劲儿想下去捞 但是被七奶奶给拽着 作为一个旁观者 七奶奶知道她心里苦 奶奶使劲伸着手 哭着对河里漂浮的尸首说道 六斤 你竟然回来 就是放心不下我们娘俩是不是 要是你放心不下 就上岸来 世间的事情 有很多是说不清楚的 奶奶那番嚎哭 完全是因为压制不住心里的悲苦 但是等她哭喊完那几句话之后 一只飘飘悠悠地 敷在河面的尸首 好像是被一股翻腾的浪潮 给猛地推到岸边了 岸边的人全都走光了 只剩下我奶奶和七奶奶两个女人 七奶奶是出了名的胆子大 当伸手被冲到岸边的时候 她跟着跑过去就看了看 水呀 七奶奶说到这里的时候 转头看了看我 那就是你爷爷 当时爷爷已经断气很久了 但是他死得有点怪 逆水而亡的人 胸腔肺腔里会淤积大量的水 猛然看上去 肚子就像被水灌满了一样 但是爷爷的样子 不像是淹死的 七奶奶只感觉奇怪 不过也没顾得上多下 和奶奶两人搭把手 把尸体抬上岸了 人的确是死了 尸首已经冰凉僵硬 奶奶就在爷爷的尸首旁边哭着 男人死了和天塌了一样 七奶奶劝不住 一同陪着抹眼泪 足足有个把小时之后 七奶奶就商量着和奶奶说 人已经找到了 是不是叫乡亲们先抬回村子 然后料理一下身后事 你奶奶当时就问我 人死了 是不是要装棺材埋掉 是不是以后再也看不见他了 七奶奶苦笑了一声说 我能怎么说呀 七奶奶肇事回答 奶奶很不情愿 流着泪说 孩子还小 要是以后再也看不见六斤了 他心里没个底 七奶奶哄着 当时就以为奶奶是悲痛过了头 所以一直在劝 说了很多话 中国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 七奶奶知道 把人好好安葬了 等到以后应龙长大 应龙是我爹的名字 逢清明七月十五之类日子 还能去坟前烧香磕头 简简的 奶奶抵触的情绪减轻了一点 眼泪汪汪的对七奶奶说 七姐 人尽棺材 我就再也看不到了 让我守着六斤一会儿 受到天亮 让我再看看他 行吗 七奶奶心善 反正已经陪着坐到这个时候了 不差那两三个小时 所以点头答应下来 我奶奶已经止住哭声 只不过坐在爷爷身边 不断地默默地流泪 七奶奶陪了一会儿 可能真的有些熬不住 有些困了 就在旁边不远的地方 就歇了歇 这一歇 就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不过河岸边 比不上自己的炕啊 七奶奶睡得并不沉 前后最多两个多小时 她是被一阵风给刮醒的 即便是在盛夏天 河岸深夜的风 也是有点凉 一苏醒过来 七奶奶就下意识地 朝那边看着 继而 她看到了这辈子 都难有忘怀的一幕 尸体 仍然摆放在原来的位置 但是 让七奶奶 目瞪口呆的事 那具尸体 已经变成了我奶奶 而坐在尸体旁边的 是我爷爷 任谁 都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啊 前后两个小时时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导致这样惊人的变故 七奶奶 平生第一次感觉到害怕 不过她唯恐自己会出醒时 看花眼 所以装着胆子 悄悄地 从睡觉地方爬起来 捏手捏脚地 朝那边走了几步 那段距离不算远 天虽然还没有完全亮 但是光线 足以让她清楚地 看清眼前的一切 没错 奶奶就和死去了一样 静静躺在地上 我爷爷 默默无声地 坐在尸体旁边 愣愣地出神 这完全是一个 无法解释和理解的事情 七奶奶开始犹豫 开始打算 要不要趁现在 转身跑掉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石像一般 凝坐的爷爷 好像知道七奶奶 在暗中窥视 她慢慢站起身来 转过身 对七奶奶说 七姐 谢谢你了 当时的爷爷 和入水之前 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在七奶奶看来 她好像已经不是 以前的陈六心了 七奶奶感觉 双腿有点发软 她望着面前的爷爷 她感觉到 一辈子从来没有 经受过的恐慌和畏惧 她说不清楚 为什么会怕我爷爷 就是感觉害怕 觉得似乎有一个 不是人的东西 占据了爷爷的躯 该死的人没有死 不该死的 却变成一具尸体 这让七奶奶 接受不了 她什么都顾不上 慌慌张张找了个借口 就朝村子跑 爷爷没有追赶 一直跑了许久之后 七奶奶回头看看 爷爷还站在原地 受着奶奶的尸体 七奶奶回家之后 蒙着头大睡了一场 等到她睡过来之后 爷爷已经带着 奶奶的尸体回村了 村里当时 知道这个事情的人 是非常惊讶 有好事的人问过爷爷 爷爷说 他在河下 被一股暗流给冲到下游 奶奶因心生慌乱 在河边沿途寻找的时候 失足落水 不幸身亡了 村里的人 有的信 有的不信 七奶奶说 你知道 村里的疯子 是怎么回事吗 七奶奶说的疯子 是村里一个村民 大概六十多岁了 已经疯了很多年了 无儿无女 当年爷爷出事的时候 疯子其实还没有疯 只不过嘴碎 喜欢东打听西打听的 搬弄是非的 事情发生之后 疯子专门找过七奶奶问 但七奶奶心里有数 闭口不提 那天晚上河岸上 发生的一切 推说自己不知道 疯子问了几次 都没有得到回答 接着就自己 胡乱猜想 他跟人说 我奶奶肯定不是溺水死的 爷爷背回尸体 回村的时候 疯子亲眼看到过 那尸体 绝对没有溺水的痕迹 这些流言 在村里传了几天 几天之后的一天深夜里 疯子家突然 无怨无故的就开始着火 而疯子本人也无怨无故的就疯了 光着脚在院子外面 看着自己家被大火一点一点吞噬 不仅不去救 反而拍着手在大声笑着 疯子家是怎么着的火 疯子本人又是怎么疯的 这不好说 但是七奶奶心里始终觉得 那肯定是和爷爷有关 疯子发疯之后 有一次七奶奶和爷爷 在回村那条路上碰见了 七奶奶心慌 当时就央求般地说 说自己什么也没透露出去 疯子说的话 都是他自己本人瞎说的 爷爷淡淡笑了笑 转身就走了 我知道不是你说的 望着他的背影 七奶奶惊魂未定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感觉 感觉这个陈柳金 迟早会惹出什么 了不得的大事 时隔几十年 他当年的感觉 终于得到印证了 整整一个村子的人 都被拉去天河了 七奶奶 我接着追问他 在河边跳河的时候 你看到了什么 陈柳金 还有 还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老鬼 七奶奶 七奶奶说起来这些 就浑身发抖 忍不住闭上眼睛 摇着头说 他们坐在棺材里 棺材在河上飘着 当我听到这里时 就认为七奶奶不像湖边乱造 他没有说谎 全村人莫名其妙地 从睡梦中跑到河滩 有形式走肉般地 自己投河 唯独七奶奶 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 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爷爷 为了报答当年七奶奶 照顾我奶奶的恩情吗 除了这个解释 我再也想不出别的理由 水牙呀 不要再找他 不要再找 村子也不要回了 你还年轻 到哪儿都能落脚 走吧 走得远远的 七奶奶站起身来 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可能那件事情 在他心里憋了好久好久了 一直到今天 完整地讲述出来 心里才轻松了一些 我想 如果爷爷还在的话 他肯定不敢对我说这些 七奶奶是善意的 他在提醒我 要提防那个 和自己一起生活了 很多年的爷爷 不管我自己是什么看法 但是七奶奶始终认为 那不是我爷爷 而是从河里跑出来的 不是人的东西 负了爷爷的神 七奶奶走了 没有回村 直接步行到他女儿那儿去了 我自己坐在瓜田边 想了很久 我不会因为七奶奶这番话 而放弃寻找 她的好意 我记在心里 但人必须还要继续找 石头棺材这两天 一直都在小河盘附近 出没着 我希望 他还没有走远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 有声故声的紫金 症做案 你们宣告 有声音 这个黄河鬼市 你想听到这种